但是货呢是很漂亮的 好多大包咱们都已经发走了 今天呢小米新装修的档口啊 也算正式开业了 本来准备呢特别完美的拍一个视频 结果太忙了 所以显得其实有一点狼狈啊 但是货呢是很漂亮的 好多大包咱们都已经发走了 现在呢已经晚上的9点了 但是咱们还在配货 那想白天拍的其实真的是好忙好忙 一直特别忙 然后给你们看啊 今天呢都开业的时候啊 咱们说了一批重磅货 为什么这么忙 全部都是这个葡萄树的啊 咱们呢之前一直做品质好的啊 但是档口没有装修出来啊 所以显得可能品质没有那么好 然后今天开业了以后呢 好多老板都过来啊 除了贺喜之外 然后再看一下咱们家新到的货 然后在今天呢也到了辣妹 然后分的配货 然后刚到的裤子呢 也有客户基本已经清完了 所以咱们都没来得及话吧 反正陆续每天都有新货上新啊 所以说不管是你是远方的客户呢 还是做这个好货的中介啊 还有这个高品质的工厂啊 你们都可以欢迎随时来我这里喝茶 因为现在整个石井这个庆丰啊 都是做这种高品质的货 比较多一点颜色呢也比较齐 款式呢也很好看 基本都是做这样高品质实体品质的啊 做这种独立拉口包装的货 那很多档口呢都有做到升级 这些呢也都是给客户配的货 你们看我们分的放好 然后捆好打好包 到时候就全部都给客户发走啊 大家呢可以来庆丰来逛一逛啊 很多商家做的品质真的是很可以的 然后都是很值得逛的一些货 很值得逛的一些档口啊 好给你们看一下这些货品质 真的是贼好贼好的这一种啊 包括怎么看这个吊牌 然后他家的品质我都不用说自带流量了 那有的货真的是自带流量 非常适合做好品质的直播实体的 然后地铁也很方便啊 现在有石井站了 到了以后叫个小摩滴就能到 如果说你们到不了啊 你们可以call我 我去我的小店里去接你们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 我要继续去配货了 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